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自己會認識的 我問大家簡單一點 如果是這樣的情形之下 要多久清到這麼多人 如果你是曾慧雄 你會派幾個警察上去 二萬個 一萬二千個 那香港其他地方怎樣 香港其他的治安會怎樣 想一想 好了 大家又說了 中環有什麼危險 中環癱瘓 中環不能上班 大家每一朝 如果要早上學 大家如果在九龍過來 你每天經過中環的時候 你都可能會見到 中環每朝八點鐘 塞車塞到哪裏 去中環 塞到提古城 每朝都差不多 而是中環還是可以 三條路都封燈 如果中環六點鐘 A.M.6點A.M.是封了的話 你想一想 幾個鐘頭後 紅水癱瘓 西水癱瘓 還等多一個鐘頭 冷到 冬水癱瘓 如果這三條水癱瘓 如果這三條水癱瘓 香港和九龍新界 唯一通道 剩下什麼 有的 天星小龍 又華地小龍 大家好像不太記得 這些東西 唯一剩下這裏 OK 用我 嘩啦嘩啦 沒有 不好意思 沒有這些東西 好了 假如 假如 三條水癱瘓 癱瘓了之後 打入立方 一個鐘頭 兩個鐘頭 再向後數 幾個鐘頭 撕水 大腦山 甚至 屯門公路 出道離九龍 又是失敗 要多久 六個鐘頭 七個鐘頭 啊 香港 有哪條路 其實很有趣 我計算的數 很簡單 一里路 一千個變成 一架車大概是三個變多 換句話說 如果沒有一架 條路通得 只要三百三十架車 就塞了一里路 四線公路 就是千二間 是很簡單的 香港有幾個車 知不知 八十萬部車 香港有幾個離公路 不知道 大家上網去查一下 一塞之下 全部都塞了 好了 第一次發生了什麼事呢 火灶車怎麼去呢 十次車怎麼去呢 十次車怎麼去呢 如果你家裡有人 或者你家裡只有大牌 有火灶 打九九九 你真是十個九火的少年 抬著那些郊頭 跑步跑過去 行不行呢 其實是沒有的 香港的道路 一癱瘓了 香港就停下了 整個香港停下了 你又沒有所謂 我沒有打風去買菜 你又大家想想想 你大家都有去超級市場 街市 你看一看超級市場 街市有多少貨擺在那裡 為什麼這麼快就消失了 因為是天天天生貨 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所有街市 全部的貨 是在街道地上問我去買 每天會 如果 某一天的禮拜一 知道到坦白 所有的食市 所有的超級市場 所有的七十一 可能是賣了那天的店裡有的貨 就是 是 七十一後面了 有一個倉製 搬出來 不信 你問一問 喂 我收買了你的 可能有幾億個 我那裡沒有看書呢 送一送給你看 看書呢 你看 三十箱 四十箱 差不多一日的存貨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是貴坦本 買菜 買什麼菜 那些菜 怎樣呢 抬到去 天色小輪 天色小輪 拿著菜籃 走到船上 然後 上來 搬單車 慢慢車去 其實香港有百幾二百萬 在那裡住 怎樣 怎樣補給 不能補給 如果你這樣看的時候 其實 癱瘓中華 是不是癱瘓中華 呢 不是 癱瘓中華 就癱瘓了香港 怕不怕 我怕 我不知道你們 什麼叫不動亂的民主呢 不動亂的意思就是 不要亂 不是流血 我不是覺得 戴耀廷先生 你突然看見他 你會發覺 戴耀廷先生 像是一個會流血的人 像是流血的人 像是別人 令到他流血 就是他的刺 是令到人流血的那種人 就是一個圈圈君子 所以 如果大家這樣看的時候 會有什麼發生呢 就是 其實我們的動亂 來自交通癱瘓 來自大家什麼都做不到 買不到菜 吃不到飯 你說不怕 我就是去國家吃 國家怎麼吃呢 你有多少錢在那裡 你去賺錢 那些人還能不能去 拿著錢 神早 你知道每天早上 是有一架 或者是款車 逐個ATM去賺錢的 你知道嗎 賺錢的 不賺錢 一天就沒有了 你試想想 放假的時候 那些長假的時候 為什麼去到這麼長時間 那些錢就沒有了 那我搞錯啊 這個軌機也沒有錢 就是這樣 還有一架車 拿著一些錢 去用機 如果你剩下 百零二百元在手 得住這張卡 那不就只有百零元 那你香港人 怎樣生活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動亂的意思 不是大家 就像肯 就是肯明 肯啞 這樣子 是真的用那些槍 去皮皮封肥肥的 這樣打 再說遠一點 去到這樣的情形之下 香港沒有了 交通 甚至癱瘓了之後 中環那些 是私民的 等到中藍 都坐在那裡 OK 旺角有些懶惰 想想周大福、周生生、六福珠寶 這麼多名標譜 我們還不去打劫警察 沒有警察因為B部來不了 打劫就怎樣 火燭又怎樣 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是否想見到香港發生 我相信戴玥庭先生不是這樣想 但他沒有想清楚 會有甚麼可能發生 如果在這個環境下 這是香港動亂 我們工作是甚麼呢 我們希望香港不動亂 民主是一件事 動亂是另一件事 兩件事是否一定要在一起 我們是否一定要像印度那樣 是要印度和巴基斯坦打一場大仗 死幾百萬人 才拿到民主 是嗎 如果不是的話 為何我們不直接去想 如何得到民主 有人說 幫我發聲 那你怎樣做 你跟他抱著戴耀廷 不要讓他去 其實很簡單 戴耀廷跟我談完之後 他都說 其實是唯一我可以阻止到他們成功的 就是我 一路得我 我們那條橋是真的合作的 其實我們的橋是甚麼 很簡單 只要足夠的香港人支持 我們告訴戴耀廷先生 你做第一步 做完第一步之後 是沒有香港人 是會跟你去做第二波 的戰爭中環 那第一波 預備參那些人就會問自己 甚麼我不是光光烈烈 被人抓了之後 然後有數以萬計 十萬計 的民眾 為我抱不平 而去香港 去中環 去爭取民主嗎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為甚麼會被人抓呢 那我就很愚蠢 被人抓了 那抓了就不用坐牢 那都是罰 一千幾百 一千幾百 萬一千千 沒有搞定 那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如果我可以令到足夠的香港人 去告訴他們 他們制不過 香港人真的不會跟隨出去的 那你想清楚 你是不是先做呢 如果他問一下出現的人 香港 報章上 或者在其他方面 他知道 是真的很多人贊息這件事的時候 他會想 或者佔領中環 不是一件行得通的事 如果是這樣 不就 好像人家說 let the first wave come 你博養他人 報案牌 我告訴了 戴陽庭先生聽 有一次做龍蝦 有一個有線電視 完了之後 不過有線就咳了 最新的那句 不要用到而已 我告訴他 其實很簡單 如果到一天 致命中環你發生了 沒問題 接著第二天 沒有事情發生 因為沒有人 不得你做錯 你有千多人 千多人 被人抓住 但是第二天 香港人無動於衷 知道 傻的千萬不要去 我們不要動亂 我們不要動亂 可以了 是這樣的 那我就說 可以了 我就說去中環找你 接著我請你喝啤酒 你達到了你的佔中目的 你被人抓住 無論你為什麼要被人抓 要上環庭 這是你的問題 但是 香港是沒有動亂 沒有發生 大家不想發生的 這就是我想的人 大家兩個都相贏 這就是相贏 他說 對 周恩 如果你成功 就是我輸 我亦都反過來 就算了 如果 中央給了你要的東西 大家沒有 我又不會反對 有什麼問題 不過 我只是請求你 不要搞亂香港 看他笑 好了 今天講完這番話之後 大家又有一個說法 就是 我們是反對公民抗力 其實 我想說得清清楚 給各位聽 我並不反對公民抗力 為什麼 我覺得公民抗力 是一個人 和社會和警方之間的事 如果他認為 他要走過馬路 他不跟紅燈走過馬路 我肯定不是抓住他 先生 你沒有過馬路 現在是紅燈 你不要走過馬路 你是還發的 我一定不會做這些事 我年輕的時候 我看到有人被搶東西 我可能會追他 但是現在我不會 因為年紀大了 不想補這些危險 但是 公民抗命是什麼呢 如果公民抗命是代表 某些人願意以身示法 這是他和法律 他和警方的事情 和我有什麼關係呢 但是為什麼 這次我們出聲 很簡單 因為影響到其他人 如果我看到一個人 他要自殺 其實基本上 我最多是打的 我是暴力 我不會走他 飛身撲他 撲他 撲他 抱住他 在那個 四十七層樓 入不同道 爭鬥著他 我對不起 我不是這樣的人 我沒有這樣的勇氣 也不打算這樣做 但是如果我看到這個人 我看到這個人 我看到這個人 是拿著一個打火機 而他家裡 是開著了煤氣 已經開了一束煤氣 兩個三個小時 他想引爆自殺 我會做什麼 我會暴力 我會大聲喊 所有人快點離開 有個瘋子 想放火 引起爆炸 我現在正在做這件事 我不是阻止他 我是想保護其他人 不受損傷 是這麼多 公民不明 我不反對 你和警方的事 你被人抓 是你的事 我不會擔心你 但是 完了之後 我都答應了請大約 鄭先生 照喝啤酒 這個沒問題